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信夫 歡迎收看 7月11月台湾新聞新聞 突然過民進黨向北市長參選領 立正是總算正式來確定 台北市將會由現任維護部的部長 擔心中參選 向北市撒出到林家龍的印證 立正在民進黨中央的黨部 在進行聯合記者會 當為亞白合學軍四代的林亞管治長 就作為騎台來歷聽 年代日空日日台湾鼓勵現在存不到半年 一直想要找出參選項目最好林選的民進黨 立正約更定義兩項配參選 台北市中由維護部長擔心中出馬 李信北市就派出無人所代謝林家龍印證 新北市是我們台灣最大的直轄市 人口將近400萬 新北市黨的提名也會牽動 整個2022的所有的選舉的布局 新北市一定要推出最好最強的候選人 立正在中央黨部居行的 推薦參選選擇市長林選聯合記者會 當為野百合四代的中心台館市長 包括湯峰市長鄭文燦 台南市長維鐵 高雄市長丹基麥 以及各級管長翁張梁都憲心收聽 也一直認為林家龍是出選選擇 相共林選 根據民調顯示 林家龍部長在新北市得到最大的支持 所以站在我們中生代的立場 我們希望能夠做林家龍市長最好的候盾 給他最大的支持 為台灣承擔最大的責任 嘉龍市在學生時代就是學運的領袖 也引領了台灣在民主改革的過程裡面 不僅推動民主的改革 民主的鞏固 在中央地方也都有非常傑出的 歷練跟表現 你不可以憲心呢 基隆市長林宥昌 彬東館長潘孟安 跟其中要參選投行市長的林志堅 也都透過數前60人壓批 專利推薦林家龍 雖然主角林家龍並沒有憲心 但沒有影響當來當時團結推薦他的握心 當時其他林家龍 扮演插頭的角色 政策力贏 相共建立 頂尼隊選擇獲勝利 記者綜合報道